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两个池子长宽各十五丈 面积跟现在的半个足球场大小差不多 深越两三米 前有闸门 后有水道 大家议论纷纷 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等到六月的一个艳阳天 在这里发生了轰轰烈烈的虎门硝烟的时候 人们才知道 这两个池子原来是新上任的钦差大神林泽渠专门设计的 用于硝烟的池子 那么林泽渠到底交货了多少鸦片 要用这么大的池子来销毁呢 他又是怎么想到用池子硝烟了呢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马俊杰教授 继续解读林泽渠特有的人生体验与人格魅力 和您一起走进林泽渠 今天播出第七集 虎门硝烟 敬请关注 林泽渠离开京城以后 一路上是风尘仆仆 水路兼城啊 南下 经过了直离山东 安徽 江西 最终到达了广东 这一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两个月啊 时间不算短 一路上 林泽渠在考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他说我到了广东之后啊 怎么样才能顺利地展开这个 硝烟 脚烟的这个行动啊 怎么样开展 禁烟行动 一路上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啊 1839年的3月10号 林泽渠到达了广州 由于这一路上啊 他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比较成熟了 所以到了广州之后 他的禁烟的工作很快就展开了 在这以后的三个多月当中啊 林泽渠一共是干了 集中精力干了四件大事 我们看看这四件事都是什么事情 这第一件事 就是宣传鸦片的危害 到了广州之后啊 林泽渠立即就安排人四处张贴告示 他要让广东的这些广大的百姓们知道 鸦片泛滥带来的危害 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其实早在林泽渠担任江苏巡抚的时候 他对鸦片的危害 总结了四个字 叫做谋财害命 鸦片是怎么样谋财的 怎么样害命的呢 我们来看看鸦片的危害 这个鸦片的危害啊 第一个危害 就是损害了人民的体制 鸦片呢 它是一种植物 叫阴素 它的果实的提取物 这个鸦片烟呢 它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 是它的成瘾性 这种东西啊 一旦牺牲了之后 就成瘾了 难以自拔 这是第一个特性 第二个特性 就是它的毒性很大 一旦吸食鸦片成瘾之后啊 不吸了就不行了 一旦不吸 流眼泪 打哈欠 流鼻涕 整个全身啊 痛痒难忍啊 所以迫使你不断地要吸食它 那么吸食的时间长了呢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当时的史料上有这样的记载 他说长期吸食鸦片的人啊 他的肌肤干枯了 面色优黑 然后呢 浑身虚弱 两眼深陷无光 就是再强壮的人 一旦吸食上了鸦片烟之后啊 从强壮变虚弱 最后的结果 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看看这鸦片呢 吸食带来的 对人们的身体造成的危害 这就是林则徐所说的海面 这是第一个危害 我们看第二个危害 第二个危害 就是败坏社会风气 鸦片的泛滥啊 对社会风气的败坏 它的表现很多 最主要的表现就表现在 它对官员的腐蚀 官员的贪污浮化 因为鸦片的走私啊 它能带来巨大的利益 这些参与走私的 参与受贿的这些官员 上到朝廷下到地方 甚至连军队的官兵也在内 它形成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利益的群体 1841年在朝廷当中 就发生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就是国库当中 突然少了九百万两银子 归而飞了 被盗了 后来经过调查才发现呢 这个银子被谁偷去了呢 是管国库的这些官吏 坚守自盗 自己偷走了 几个人合伙 而这几个官吏呢 都是鸦片的吸食者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鸦片造成的风气 社会风气的败坏 是非常严重的 第三个危害 就是破坏了国家的经济 外国的鸦片贩子 把鸦片贩卖到中国来 它收取的是什么呢 收取的是白银啊 随着鸦片不断不断地输入中国 它的数量越来越多 超过了我们中国 往外出口的商品的数量 这样就造成了白银的大量的外流 就流到国外去了 林则徐从中有一个统计 他估算了一下 他说在19世纪30年代末 中国每年流到国外的白银 大多少呢 大一辆白银 白银外流 带来的直接的一个后果 就是造成了白银 和我们国内同钱 这个比率的严重的失调 造成了银贵钱件 什么叫银贵钱件呢 比如说 在1833年的时候啊 一两银子 可以兑换多少铜钱呢 可以兑换1362.8枚铜钱 这是1833年 到了1839年的时候啊 这个比率又变了 可以兑换1678.9枚铜钱 我们就可以看看 它这个比率啊 白银的价格是持续上涨的 那么这种比率的变化 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方面 它扰乱了中国的市场秩序 另一方面呢 也造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啊 越来越贫穷了 那么为什么会贫穷啊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这些劳动者们 他们出卖劳动力 换取的报酬 它是用铜钱来衡量的 也就是他们得到的铜钱啊 但是呢 他们上缴到国家的赋税 一定要用白银来上缴 那么这样一来 由于比率的变化 它得到的少 上缴的多 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是持续的下降 这就是林则徐所说的谋财 我们再看看第四一个危害 第四个危害 就是削弱了国防的力量 鸦片的泛滥 首先腐蚀的是军队 因为有很多的水师啊 参与到祭祀行动当中啊 这些中外的鸦片贩子们 为了在走私鸦片的过程当中 顺利地过关 顺利地通过检查 怎么办呢 大肆贿赂这些水师官兵 严重地附施了这个水师啊 那么当时有人就算了一笔账 什么账呢 当时说水师生计 得自越降者十之一 得自土归者十之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 水师官兵的所得到的收入 其中十分之一来自于军饷 正常的军饷只占十分之一 剩下的十分之九来自于鸦片走私 我们看看这对官兵的腐蚀多么严重啊 所以这样的军队哪有战斗力啊 没有了战斗力 何谈国防啊 何谈海防啊 所以从以上鸦片泛滥 带给我们中国社会的危害来看 这个泛滥这个危害是太大了 一害无穷啊 那么当时我们国内 吸食鸦片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没有人能够统计的清楚 上次王公大臣 下到黎民百姓啊 都有吸食鸦片的人 所以造成的恶果非常之大 魏元在海国图纸当中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魏元说 鸭烟流毒 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 也就是三千年来 鸦片的祸害是最为严重的 最为严重的一个祸害 而林泽徐呢 也警告世人 他怎么警告的 林泽徐说 如果我们对鸦片泛滥 收拾无堵的话 会怎么样呢 数十年后 中原即无可以御敌之兵 切勿可以冲响之隐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任凭鸦片泛滥的话 在我们中国中原大地上 你再也找不到一个 可以抗拒外国入侵的士兵了 国家也拿不出一分钱 来用于军饷了 所以大家看一看 这样的国家 不就亡国灭种了吗 所以对于鸦片的危害 林泽徐到了广州之后 要广泛地宣传 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据史料记载 早在乾隆朝中期以后 吸食鸦片的人数就逐年增多 等到嘉庆皇帝继位之后 不二十年蔓延天下 自士大夫以至泛夫走足 群屈之 敏然而不返 到了道光年间 鸦片已经泛滥成灾 几乎每一个城镇的街头 都淋漓着大大小小的烟管 进出其间的人络绎不绝 所以虽然林泽徐一到广州 就大力宣传鸦片的危害 然而 想要让常年吸食鸦片成瘾的人 一下子戒毒并非一事 那么林泽徐又想出了 什么具体的办法 来帮助那些瘾君子戒烟呢 第二件事情 推广戒烟药方 林泽徐到了广州之后 对那些已经吸食鸦片成瘾的人 怎么办呢 采取了两种措施 第一种措施 就是戒 戒就是 促使他们戒掉烟瘾 是他们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 第二种措施 就是承 重罚 这个重罚啊 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这些 吸食鸦片的人呢 重罚得很严厉 甚至要判处死刑的 当然 在戒和逞之间 林泽徐更重视戒 他要是广大的这些 吸食鸦片的人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所以他就想方设法 寻找戒烟的方法 其实林泽徐 在来广州之前的十年 他就开始探索戒烟的方法了 经过几年的努力啊 林泽徐终于找到了一种特效药 这个特效药呢 就是两丸两饮 这两丸 就是两种药丸啊 一种药丸叫剂酸丸 一种药丸叫补正丸 林泽徐说 这两种药丸在服用的时候啊 你要配合着来吃 那么剂酸丸 它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它实际上 是把十四味中药 包括着生阳参 白柱 当归 还有陈皮等等 十四味中药 把它盐成粉末 再加入鸦片烟灰 放入面粉 用桃米水 把它们合在一起 做成药丸 但是呢 你加入了鸦片烟灰 这种药就有了毒性 它的毒性表现在哪里呢 就表现在 它不能跟酸性的食物 混在一起 就是你吃了药了 不能再吃酸性的东西 一旦吃下去酸性的东西 那么就会造成 肠子断裂而死亡 所以林则徐 把这种药丸 叫做 激酸丸 不能吃酸 正是由于激酸丸 有毒性 林则徐呢 又发明了 第二种药丸 补证丸 补证丸的做法 它是用 十一味中药 包括生阳参 当归 白柱 加上了陈香 还有天芒 把这些药燃成墨之后 用蜂蜜合在一起 做成药丸 那么林则徐呢 就告诉人们 这两种药丸 怎么来吃 它是要配合吃的 戒烟的时候 先吃激酸丸 吃激酸丸五天以后 再吃补证丸 并且在吃补证丸的时候 每天的药量 是诸天增加的 而激酸丸的药量 是诸天减少的 也就是说 你要用补证丸 逐渐地代替激酸丸 等到最后 彻底地用补证丸 代替了激酸丸那时候 那么你的戒烟 基本上也就成功了 所以这两丸 是这样制作的 那么这两丸 它的疗效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林则徐在担任 湖广总督的时候 他坐着轿子 有一天 行走到这个省城的大街上 突然呢 在路边有一个妇女 一下子跪倒在地 磕头不止 林则徐不知道什么事啊 就下来轿子问 她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磕头啊 这个妇女就说了 林大人呢 我是来特意来感谢你的 为什么感谢你啊 他说啊 我丈夫啊 是一个吸食鸦片 时间很长的人啊 是一个老烟鬼了 由于吸食鸦片 丧失了劳动能力了 但是自从吃了你 研制的这两种药丸之后啊 他戒掉了烟瘾 而且呢 身体也逐渐地恢复了 现在农劳动了 逐渐地强壮起来了 所以我特意来感谢你 从这一点上我们来看 这两种药丸是有作用的 除了两丸以外 还有两瘾 这两瘾呢 就是两种汤药 第一种汤药叫四物瘾 就是四种东西 煎熬成的汤药 另外一种汤药呢 叫瓜之瘾 所以我们看 一个朝廷的命官 在钻烟医术 在研制戒烟的药物 我们说 如果他没有对戒烟的 高度的责任感的话 他是做不到的 这是我们说 林则许干的第二件事情 林则许 为什么组织了一个神秘的翻译团 他又是如何应对 嚣张又狡猾的鸦片贩子呢 走进林则许第七集 虎门硝烟 林则许 林则许做的第三件事 叫收脚中外的鸦片 收脚鸦片 是禁烟的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也是最难的一个步骤 到了广州之后 林则许呢 就制定了一个脚鸦的方针 这个方针就是 对于已经输入到国内的这些鸦片 一律上交销毁 对于还没有运到中国来的鸦片 一律断绝它的进入渠道 这就是它的戒烟方针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林则许分两个步骤来走 第一个步骤 叫做摸底 这个摸底呀 就是要摸清楚 当时广东沿海这些地方 鸦片泛滥的基本情况 另外呢 还要摸清 这些中外的鸦片贩子们 他们的踪迹动向 他要摸清 摸底的措施是什么呢 林则许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比如说 他就雇用了两个在这个商行里边 给外国鸦片贩子做饭的两个厨师 雇用他们 提供外国鸦片贩子的这些信息 这些动向 再比如说 林则许还组织了一个翻译团队 翻译外文报纸 他把这外文报纸翻译过来之后 从这些文章当中 寻找外国鸦片贩子的动向 他这个翻译团体 是非常神秘的 外人都不知道 其实在他这个翻译团队里面 都是一些翻译的高手 比如说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叫袁德辉 他是一个四川人 这个人十几岁的时候 就下了南洋 在冰冷语 罗马天主教堂的 这个学校里面 学习拉丁文 所以他精通拉丁文 同时呢 还精通英语 还说了一口的当时的官话 当时的官话 指的就是普通话 还写了一首好的毛笔字 所以林则许看他是个人才 就把他吸收到这个翻译团队里来 这是摸底 第二步就是脚烟 脚烟 收脚鸦片 对于如何来收脚鸦片 林则许也采取了两个步骤 这第一个步骤呢 他就是打击国内的鸦片贩子 在第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就已经讲到了 林则许到了广州之后啊 在他的住处 叫月花书院 就设了一个公堂 设了个公堂就传唤 当时广州十三行的这些老板 来以后啊 来询问他们 当时十三行的老板 特别是义和洋行的老板 叫吴少蓉 他也是十三行的总商 在他的带领下 这些老板都来了 林则许当堂就询问他们 一方面 让他们交代在过去所干的不法之事 然后要进行撑处 吴少蓉老坚俱华呀 他当堂就想贿赂林则许呀 他愿意加资报效 就是我拿出自己的家产来 来报效你 林则许听了以后大怒 当场就呵斥他 他说本大臣不要钱 要你脑袋 这样就当场 把吴少蓉就吃退了 这样一来 林则许的下马威 就打击了国内的鸦片贩子 第二步 就是欲令外国的鸦片贩子 立刻上缴鸦片 这一点是非常难的 所以林则许到了广州之后 首先发布了措辞严厉的预令 让这些外国的鸦片贩子 立刻拒绝 就是要签字花鸦 拒绝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 后来传 永不敢夹带鸦片 如有代来 一经查出 祸尽莫关 人计正法 情甘负罪 在这样一个 聚集上签字 同时呢 林则许还坚定地表示 林则许说 若鸦片一日未决 本大臣一日不回 事与此事相始终 这是林则许表示的一个 禁言的坚定的一个决心 那么对于林则许禁言的坚决的态度 这些外国的鸦片贩子们 半信半疑 他们不相信林则许能够做成这件事情 因为以往的禁言 都是不了了之了 他们不相信 你林则许来了之后 能做成这件事情吗 所以很多人 置之不理 特别是有一些 老的鸦片贩子 根本就置之不理啊 比如说 有一个英国的鸦片贩子 叫查顿 这个人呢 有一个外号 叫铁头老鼠 从外号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人呢 一定是既强硬又狡猾 这个人在广东盘踞了二十多年 专门做贩卖鸦片的这个买卖 在广东一带这个盾船上啊 囤积的鸦片 绝大多数都是查顿贩运来的 1836年的时候 邓平真把他驱逐出境了 后来呢 他感觉到 风声一过 他又回了 继续从事他的 贩运鸦片的买卖 这是一个老鸦片贩子了 除了他以外 还有一个鸦片贩子 叫滇蒂 像查顿和滇蒂这样的人啊 对林泽徐的禁言措施 置之不理 他们甚至还把自己的靠山给请出来 给搬出来 他的靠山是谁啊 靠山就是当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 叫义律 这个人既是商务监督 又是一个海军军官 他依仗着英国政府支持他 还依仗着他在中国的海面上 有几艘军舰 所以呢 他就带头抗拒林泽徐的禁言命令 给他们冲邀 并且当林泽徐把拒结的表格 找人送给义律的时候 义律啊 当场就撕的粉碎啊 一边撕 一边大声的嚎叫 他说要命有一条 想用拒结来纠缠我 办不到 没有用 我们可以看出 非常猖獗啊 也可以看出林泽徐的禁言 有多么的艰难 面对这种情况 林泽徐是毫不示弱了 毫不示弱 他说如果你不拒结 不上交鸦片的话 封锁商管 断绝鸦片贩子的供用 然后派出水师 到海面上去巡查 发现走私鸦片的船 坚决没收 并且呢 在民间广泛的收缴 那些稀释鸦片的工具 研具啊 把查顿 垫地这样的鸦片贩子 彻底驱逐出去 这是林泽徐的 坚决的反抗措施 就这样 到了1839年的 5月中旬 林泽徐 一共从这个 顿船上 收缴 外国泛进的鸦片 一共是多少呢 一万九千一百多箱 另外 再加两千多大 全部 这个 收缴了 公元1839年 林泽徐任禁烟钦差大臣 发动了中国历史上 也是世界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硝烟 今天 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的 鸦片战争博物馆门楼的旁边 有两个波光烈焰的大水池 这就是明阳四海的 林泽徐硝烟池旧址 177年前 就是在这里 林泽徐下令 将收缴的 约200多万斤鸦片 当众销毁 如今 每天众多的国内外游客 从四面八方 慕名而来 静静地注立在硝烟池前 默默感受 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风云 那么林泽徐当年 为什么偏偏选定 在虎门这个地方硝烟呢 请继续收看 走进林泽徐 虎门硝烟 那么收缴了这些鸦片 怎么来处理呢 这就是林泽徐 做的第四件事情 主持虎门硝烟 收缴了这么多的鸦片 怎么来处理 林泽徐要请示皇帝 赶紧跟道光皇帝 上了一道奏折 林泽徐当时建议 把这些鸦片 运到北京 经过检验之后 在北京销毁它 道光皇帝同意了 可是几天以后呢 浙江道的监察御史 叫邓盈 他呢 又给道光皇帝 上了一道作折 在这道作折当中 邓盈反对 把这些鸦片送到北京 他说如果呀 你要把广东 安徽 江西 这些地方的鸦片 全部送到北京的话 他算了一笔诈 如果走陆路的话 邓盈说 需要雇用四万民夫 一千多辆大车 五六千匹罗马 这是走陆路 如果走水陆的话 需要一百多艘船 两千多名水兵啊 所以动用的人力物力 非常之大 你动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 把一些没有用的鸦片 送到北京去 也得销毁啊 并且呢 在路途之上 还容易遭到倒抢 风险太大 所以邓盈就建议啊 在当地就地销毁鸦片 道光皇帝啊 一听邓盈说的有道理啊 立刻就收回了成命 然后重新下来 预指 告诉林泽学 你收缴的鸦片 在广东当地就地销毁 这么多的鸦片 怎么来销毁啊 按照过去啊 一般销毁鸦片的方法 它是把鸦片烟 拌上铜油 然后点火粉烧 这种方法可以把 一大部分的鸦片烟 烧成灰 但是呢 还有一部分鸦片烟呢 它烧化了 能够渗透到土地里面去 那些对于熬制鸦片烟膏的 这些有经验的人呢 他可以把这个泥土 和鸦片烟一块重新熬制 可以得到十至二三的鸦片烟 也就是十分之二 十分之三的鸦片烟 还可以熬制出来 也就是说 这种硝烟的方式啊 它不彻底 林泽学说 这种方法不可用 那怎么办呢 继续寻找更好的硝烟方式啊 后来他到民间界 不断地调查 经过调查了解之后 林泽学就发现 了解到啊 鸦片烟这种东西啊 最怕两种东西 哪两种东西呢 一种就是盐卤水 再一种就是生石灰 如果把这两种东西 和鸦片烟混合在一起的话 这个鸦片烟啊 就迅速地就化成了粉末 再也不能凝结成膏了 林泽学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啊 好 我就采用这种方式来硝烟 所以就出现了 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 在虎门海滩的高处 林泽学派人就挖了两个大池子 这两个大池子 长宽各十五丈 深两三米 前面有带有闸门的一个寒洞 后面有进水沟 池子的底部有石板铺好 池子的四周打上这个木桩 然后钉上木板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硝烟池 那么硝烟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用水车呀 把这个水导入到水沟里面 通过水沟把水灌到硝烟池里 然后在池子里呢 投上盐 使整个的池水变成盐卤水 把鸦片呢切成四半 投到水里浸泡半天 然后把生石灰投入水池子当中 当水池子沸通以后 鸦片烟就会变成粉末 等最后把鸦片烟全都销毁之后呢 打开闸门 趁着海水退潮的时候 把这些泥浆般的水 一下子带入大海当中 这就是一个硝烟的过程 灯水彻底放完之后 再把水池子清洗一遍 等待着下一轮的硝烟 两个硝烟池可以轮流的 这样不停地进行硝烟 这就是硝烟的程序 1839年的五六月间呢 广州的天气不好 连续下大雨 连续几天下大雨 到了六月三号这一天 大雨停了 天气放晴 林则徐说 这一天是好天气 硝烟我们就定在这一天 所以六月三号这一天的上午 就在虎门山下 搭起了一个官吏台 虎门山的山前山后 林则徐都布满了港哨 戒备森严 整个硝烟的这个区域啊 景气招展 前来观看硝烟的广大的百姓啊 人山人海 到了下午的时候啊 广东省地方的官员 陪同着林则徐就登上了 官吏台 他要亲自 看一看整个的硝烟过程 下午两点的时候 李炮响起了 硝烟正式的开始了 只见这些工人呢 坦胸赤脚 就走在那个 横搭在硝烟池上面的木板上 在已经灌满水的这个水池子上面 撒上了盐 不停地撒盐 撒完盐之后呢 把过完秤的鸦片团子 用刀切冲四瓣 然后投入到鸦片池子里 浸泡一段时间之后 又挑着一段一段的生石灰 就投入到鸦片池子里边 石灰进入池子之后 池子里的水顿时就沸腾起来了 并且变成了白色 只见黑色的鸦片团子 在白色的水当中不断地翻腾 这些工人们用铁锹 铁锄 然后木耙 在不断地在翻脚 眼看着这黑色的鸦片 逐渐逐渐地变成了粉末 直到这些鸦片彻底地销毁之后啊 工人们就打开了寒洞的闸门 池子当中泥浆一般的水啊 就滚滚地顺着潮水 就流入了大海 那么当这一池子的鸦片销完了之后啊 整个虎门海滩上 欢声雷动啊 百姓们非常的高兴 那么这样两个水池子 轮流进行硝烟 这个硝烟一共持续了二十天的时间 到六月二十三号这一天 硝烟结束 那么六月三号当天这一天 销毁了多少烟 这个鸦片呢 销毁了一百七十多箱 在死后的二十多天当中 硝烟的速度是不断加快的 硝烟最多的一天 达到了一千六百箱 所以到六月二十三号这一天啊 所有的鸦片全部销毁 一共是销毁了一万九千一百多箱 淋着两千多袋 这就是虎门硝烟 虎门硝烟之后啊 林则徐把虎门硝烟的情况写成奏折 上报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看到这个奏折以后 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啊 他提起笔来就写下了诸批 他写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可称大快人心一事啊 他说这样的硝烟行动 大快人心啊 虎门硝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壮具 他拉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序幕 在我们国家鸡贫鸡弱的那个时代 林则徐以他高度的责任感 以他大无畏的精神 克服了重重的困难 完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壮具 我们说林则徐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我们的天安门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 第一块浮雕就刻下了虎门硝烟的情景 每当我们看到这块浮雕 就会内心生同气这种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那么虎门硝烟之后 林则徐又将面临着怎样艰难的斗争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